你最近好像又好看了 本军不是一直都这么好看吗 你应该夸我也变好看了 好好好 你最近也变好看了 给你个奖励 凤九想起来了 凤九不自觉地咬着自己的下唇 阿兰儿看到凤九也开始走神有些无语 这两人什么情况 一大早上都在这发呆 阿兰儿没有理会他们 将院子收拾好了就去了厨房 东华回过神来 将棋子落在了棋盘上 一抬头就看见原本的阿兰儿 换成了凤九 你醒得倒是早 发呆的凤九听到东华跟他说话 一下就回过神来 还行 还行 凤九尴尬地挠到头 凤九转身想赶紧离开 这个尴尬的地方 东华随意地叫住了他 昨晚的事 你至少不是应该说声 养了你 不好意思 凤九一听东华说 脸一下子就红了 不好意思 昨晚压在本军身上的时候 倒是没见你这么害羞 东华看着凤九的耳根偷红 调笑道 你还想怎么样 我不是都道歉了 凤九听到东华的调侃 有些生气地转过身 没想到东华一个顺移地 站到他面前 凤九吓得向后退了一步 一下子没站稳 东华顺手搂住凤九的腰 将他整个人贴在自己怀里 本剧觉得 你的态度不是很诚恳 东华低头看着自己胸口的凤九 凤九被这个姿势给撩到了 你先放手 凤九生气地抬起小手 拍打着东华 放在他腰上的手 东华条条眉松开了手 那你说 怎么样才算有诚意 凤九推出东华的怀抱 整理着刚才被压皱的衣裙 东华抿着嘴点点头 就做糖醋鱼吧 一旦早上就吃鱼 凤九对东华的要求表示疑惑 本君爱吃 怎么 我昨晚抱你回来还被咬了一口 这么大的功劳 都吃不得一条鱼 东华抬手 扎起凤九耳边的一缕青丝 在手间玩弄 凤九被东华的后脸皮打败了 抬手拍掉了东华 抓着自己头发的手 举起小拳头 比划在东华的脸前 我去做 但是昨晚的事 你不许跟别人说 不然 我给你好看 凤九用威胁的小表情 冲着东华表示道 东华挑着眉点点头 你要相信本君的人品 凤九得到回应后 转身走进了厨房 东华看着凤九 气哄哄地被影笑了 有趣 东华抬手摸摸自己 唇上的牙印笑了 厨房 阿兰惹正在忙活着 今天的早餐 凤九走进来的时候 阿兰惹有些吃惊 你怎么没和帝君聊聊天 我俩有什么好聊的 凤九一脸的愤恨 凤九拿起一旁的菜刀 狠狠多项菜板 把阿兰惹吓得一击令 阿兰惹转头 看向正在杀鱼的凤九 充满杀气地拿着刀 倒不像是在杀鱼 阿兰惹眼中闪过笑语 虽然忘了 但是帝君对凤九 倒还是没怎么变 哇 好香啊 凤九 你厨艺这么好啊 阿兰惹抽着鼻子 闻着锅中的芸香 那是 我这厨艺可是一流的 任何食材都没有问题 凤九听着阿兰惹的夸赞 傲娇的尾巴都要翘起来了 一脸傲娇的心情 那你什么时候教教我吧 我和陈业都不怎么会做饭 阿兰惹眼睛闪着光 没问题 凤九表示 包在我身上